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求张文吉教授 中美论坛的主席 请他来跟我们谈一谈 正在美国佛罗里达进行的中美两国元首的高峰会 张教授 看来美国媒体和世界的媒体 以及中国国内的媒体都非常关注这一次高峰会 在国际议题上 大家都毫无悬念地指向了朝核问题 第一个问题请教您 朝核问题 我们总统在庄园会之前曾经在一个场合表达了一个观点 他说有没有中国的配合 我都要解决朝核问题 希望中国能够与美国共同合作 您怎么看在朝核问题上 中美有多大的合作空间 能不能合作 我觉得朝核问题是美中建立一个新型的合作关系的 新型的长期稳定关系的一个突破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如同你刚刚讲了 金正恩的导弹技术跟核子武器小型化的技术 已经是迅速的发展 日趋成熟了 这个造成了区域的之间的不安 日本 如果这形势不能够逆转的话 日本 韩国都会加速武装 整个东北亚的军备竞争就会加速发展 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也不符合美国利益 所以美中利益在这方面是交集的 这是第一 朝鲜半岛无核化 无核化交集 中美共同主张 对 而且朝核问题已经25年来了 25年以来 而且过去20年的话 这个国际的运作是透过各种手段 不管是经济制裁 还是外交关系 还是这种威吓等等 都没有起的作用 事后都没有用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东北亚如果要发生战乱的话 受害的最大除了南韩以外 中国 因为这是中国的 你想想看 中国对日韩美的贸易量是多大 对不对 这个加起来的话 我相信超过一兆美元 远远超过一兆 对韩国是3200亿 对日本是3600亿 对美国是6000亿 所以这超过一兆美元 已经超过一兆两兆亿了 所以这么大的数 不单是对中国 对美国的经济 对世界经济都是个大影响 那么金正恩这个政权 事实上是个非常的 不按常规出牌的政权 那么 就是你从任何的标准来看 事实上是 非常 跟国际整个的 大潮流 或者是人民的希望 都是违背 所以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来 事实上在朝韩危机 在对朝韩危机 事实上是一个受害者之一 那么 所以在这里头的话 美国在特朗普 特朗普的外交方面 两个重要的地方 一个就是对付ISIS 在中东 在中东 那台现在已经开展了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这个朝韩的危机 那么 特朗普就任以来 现在已经七十几天 快八十天 很多方面 虽然他非常的努力 但是呢 他遭遇了很多的困难 那么 特别是内政方面 那个 奥巴马间改 失败 然后呢 他的一些 行政命令要 要那个 国安方面 被法院挑战 也被法院挑战 所以呢 他 要想 再加上他内部的 那些很多官员啊 内部内部的 几个主要助手 那么 弗林已经被赶下台了 那么 那个 Sasson 这个 还是 还没确定 不 Sasson现在就是 不管 对于 川普跟俄罗斯在竞选期间的 这种交往的事情的一调查 他自己要自身事外了 对不对 没错 那么 还有嫌疑吗 就是昨天 今天美国的这个 这个 重院的 Intelligence 那个 Committed Chairman 对不对 Newis OK 这些加州的 加州的 也 遭殃了 对不对 是 他也 宣布他 在这个调查 这个 俄罗斯问题 跟这方面他自己呢 要 要 不主导 也要回避 回避 那么 再加上 这两天 传出来的 Steven Bannon 他的首席战略顾问 他的首席战略顾问 被 从 这个 美国那个 国家安全 那个 国家安全的合议会议以后 就属于一个principle的位置 拿下来了 然后呢 又遥传说 那个 特朗普的白宫幕僚长 也可能被 吊吊 所以 特朗普遭遇了 很多很多的 挑战 那在朝核问题上面 在特朗普团队里头 特朗普团队里头 特朗普团队里头 最有效率 而且最 那个 很 一致的 coherent 的团队 就是国家 对国防 跟安全 嗯 所以他们这个团队 那么 包括的白宫的新任的 那个国安工业 McMaster 还有国防部长 Matis 那个 参联会的那个首席 那个 那个 主席 大主席 那个 Townford 跟那个 美国的 国安 那个 Homeland Security 的 Secretary 这个 他们这些人 都是 在 首先 这三个人 除了那个 国安会主任 他们都是陆战队第一师出来的 而且他们都是军人的背景 第一师 而且他们都是对中东都非常有效率 是美国的 就是过去十几年来都在战场上 那个 呃 证明他们是个非常有效率的团队 嗯 所以呢 现在的 在东南在一个潮河的太史性表现很明显的看出来 美军的力量的纠结的集结已经几乎完成了 那么也对南韩松绑了 那么南韩最近宣布他的800公里的 800公里的导弹 的导弹 昨天尸射 所以呢 那美国的那个不管是引起那个F-35这种 还有这个这个无人飞机 美国的特冲部队作战人员 军舰各种方面 集合 所以呢 这个情势已经很明显了 那么 川普 会对 你表明了他 非常可能 做一个斩首行动 或者是一个 一个 一个很有限度的战争 对北朝鲜 那么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战争当然永远是最后的一个考虑 嗯 他不管战争与和平 他需要 中国的 的支持 那么为了中国本身的利益 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 你懂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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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 或者新的一种战略的 那你认为中国会在军事打击方面 会赞同美国的这样一种作文 也许中国不会参与 但是会不会赞同 当然这个事情 即使他们有这方面达成某种协议的话 也不可能公布 OK 因为这个事情 中国 我想中国很简单 朝鲜 北朝鲜需要的是 金正恩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他的政权 对 他将金家政权的安危 他并不担心 朝鲜人民的生计安全 那么 中国要担心的是什么 中国担心是希望说 他不希望一个敌对的力量是什么 成兵与亚努加方面 那么美国也并不见得想把 想促成 把美国的兵力推到中国边际上面 事实上朝鲜的分支 在现在情况之下 只要北韩不搞核武的话 不搞什么 事实上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那当然 也不伤害中国的利益 也不伤害中国的利益 现在的所有的东西都到位 动物见在悬上 那么给中国有更大的空间 来跟金正恩讲 如果你不怎么办 那么你的效果 你想保持你的这个政权的存在 存在就是放几何 如果你不想 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OK 中国也没有办法 但是从中国角度上 其实中国对于金正恩这个政权 是否存在 也许中国并不是最主要的考量 当然朝鲜的稳定 是中国的考量一部分 但是更重要一点 中国一直坚持一个 虽然中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 但是也同时主张朝鲜半岛非战争化 不能战火再起 因为朝鲜半岛战火一起的话 会导致整个这个地区外资是否继续投资 会不会有外资出逃 这个也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中国国内的发展 所以这是一个 现在情况是这样子 我相信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有限度的斩首战争 看美国多成功 那么中国的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最坏的情况 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不要忘记中国跟北朝鲜 还有一个防御条约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条约还有效 还存在 还存在 所以中国如果进军 北朝鲜 维护安全 而且中国必须要担心的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金正恩万一豁出去了 把那个 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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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弹不管是爆炸了 或怎么形式的爆炸 或者是美军轰炸了以后造成爆炸 都对中国是最大不利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有 中国怎么保护自己 利用条约的利益 迅速的稳定北朝鲜的局势 建立一个新的政权 这是复合中国最大的利益 那么我相信美国也不反对 OK 问题是这种事情是只能 只能议会不能言传 在这个问题的操作性来讲 其实还有很大的变数 原因是在于说你对朝鲜半岛 特别是朝鲜这个国家的掌控力多好 因为朝鲜的这种不能轻视 金家在过去近70年的这个统治 刚才张教授特别提到 目前朝鲜半岛可以说是阴云笼罩 原因是美韩常规的军演越来越大 而且这次的军演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 将近有30万的军人参加 而且使用的军事设施 军事装备和新型的武器的种类 越来越多越来越新 美国一线的服役的战舰 一线的战机都参与了演习 朝鲜方面当然也放下了狠话 说如果美国敢有所行动 朝鲜将坚决如何如何 当然我们不知道会如何 但是有一点 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在佛罗里达的 这一次非正式的会晤 将会就朝核问题的解决 应该说两国元首会有所沟通 是否能够达成一种默契 或者一种协议 这要看两国各自的战略的取向 不过张教授 其实也有一种观点 大家认为说朝核问题的解决 军事手段就像您讲的 永远是最后的选择 还有没有大国折冲的空间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说 朝核问题要想解决 还得是中美两个大国出面 如果有必要还要加入俄罗斯 原因是在于说 现在俄罗斯虽然对北朝鲜的援助 大幅的减少 但是它的影响力依然不可轻估 或者说它如果从中给你做点什么 也还会影响局势的发展 有没有可能大国通过折冲 来掌控朝鲜半岛的危机不爆发 能够逐渐解决朝鲜核武问题 我相信这个大国 区域大国就是回到六方会谈了 OK 这区域其他五个国家 能不能够达成协议 我相信 美国已经表达了明确的意愿 说不想回到六方会谈 OK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必须要这个区域的国家都照顾 美国现在把日韩已经是完全的搞定了 那是 但是美国需要中国 那么你今天俄罗斯的关注必须要被尊重 但是我相信俄罗斯会 如果中国 我觉得这不是大困难 因为俄罗斯更大的关注是在欧洲 那当然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中国需要作为一个 这是一个挑战 也是很好的机遇 如果中国能够真正把这个事情 能够做得很好的话 那么这个对于中美的长期稳定 长期关系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奠点的 有一种说 不要 我就想说 你在刚才说 朝鲜是一个金家政权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团结一致 或者内部老百姓 但是我常想说 一个最 一个 如果学功成的人 我想 肖峰我们主持人也是功成初始 对不对 那么多了解到 一个最坚硬的 最坚硬的东西 这是往往是最脆弱的 所以有一个裂缝的话 这个裂缝就会很迅速的 迅速造成灾难 造成瓦解 那么金家是一个非常坚而脆的政权 他表面上大家都拥护他 但是不要忘记 金正日的脱估的军府的大臣 死的死 抓的抓 对不对 几乎都被他差不多都干掉了 而且他干的很 这个就是手段犯了 手段有点残暴 残暴 那么我相信朝鲜内部的一些官员 战战兢兢 也是效忠 如果金家不稳的话 效忠度是很可怀疑的 但第二点 从技术层面看 如果美军要打的话 就像美军打伊拉克战争 两次伊拉克战争一样 那么今天美军的力量可能在这方面又比那时候又更高 换句话说 他可以很精确的知道很多东西 同时呢 他第一步一定是把你的指挥系统全部打断掉 你的通讯各种外面断掉 所以让你在平壤的北朝鲜的主阵子 跟下面的军队老百姓之间 没有办法有很密切的指挥系统往来 这个美国打伊拉克也是这样子的 我想我应该明白张教授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军事手段上 美国应该说准备很充分的了 但是有一点啊 还是我同意您的观点 也就是说军事手段永远是最后的选择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现在有一种观点 大国之所以能够有机会在朝核问题上 依然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原因是在于说 当然因为大国之间的在朝鲜半岛的一种掌控 是最理想的一种方式 有命 现在有人提出来说中国俄国可以对朝鲜的安全 提出一种安全保障 这是我刚刚才讲的第一个 同时美国中国也对南朝鲜韩国提出一种安全的保障 就是保证双方之间不对彼此进行攻击 在这种状况下在这样一种承诺下 以朝鲜放弃核武换取西方社会 包括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当然永远存在 这也是过去的六方会谈各种方面 希望能够透过援助 透过这种保证方面达到某种效果 不管什么原因没有成功 对不对 没有成功的话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经家不安 没有感觉到不安全 还依然有不去不安全感 不相信 所以呢这个 而且过去北韩这些年来一直想绕过中国跟美国直接打 中国也不见得反对这个事情 美国已经拒绝了 美国拒绝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为什么以前不能做成现在有可能做成呢 就是当刀子夹在头上的时候 你有两个选择 你要么就是这么做 那么要么的话 你换取你的安全 要么就是你的安全 就没有人给你保障 所以这点是给中国了一个大的机会 我保证你的 我跟俄罗斯和美国保证你的安全 你经家的那个 换句话 不帮你搞掉 OK 那同样的 中国要跟美国合作 保证南朝鲜的安全 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南朝鲜跟日本的关系 不会因为安全的顾虑 而使日韩的关系迅速走进 那么今天中国在亚洲 将来一个最大的潜在的敌人 是日本 OK 那么日本的安倍已经很明显的表达出了他的野心 所以中国在亚洲上面如何不让日本的力量做大 应该是中国的顾虑 这是中国最大的关系之一 所以我想说今天南朝鲜 现在的问题是朝核危机 就是到了这个关键点 今年的下半年一定会有很戏剧性的事情发生 不管是战争也罢是和平也罢 那么结果就是金家至少必须跟美军 跟美国方面 第一点首先就是彼此降低 降低那种压力 王毅外长不是说吗 两辆列车 快速列车相向而行 我要相向而行 在美国 这个 因为就是相向而行 大家才有意愿 要台下刹车 我刚来美国的 四十几年前 我观察美国那时候的 这个劳资谈判 可能几个月前就决定要谈判了 绝大多数的情况 都是到最后一天的晚上的 第二天就过去了 一定要拉高 拉到最后一小时盘出结果来 这个事情 这是人性 OK 在今天这情况之下 我觉得 因为美军摆开了架势 那么中国对北朝鲜就更大的发言权 否则的话北朝鲜不提 因为亚洲的共产党 包括北朝鲜或者越南 他骨子里甚至包括中国的毛 毛德东时代 有个特点 他们都是挂着共产主义的棋子 事实上都是民族主义者 而且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你北朝鲜的 他建政以来 你今天北朝鲜人民跟中国的民间的往来几乎是零 很少 非常顾忌 远不如南韩跟中国的老百姓的往来 所以你民间的基础是脆弱 所以在北韩的 现在的北韩 现阶段的中国和北韩的关系 都必须面临改变 这才对中国有利 那么 朝核危机 给了这么一个机会 这个东西不是一次 高峰会谈能够解决的 但是如果高峰会谈里头 我领袖表述 知道你的意图 最终意图在哪里 那么两者互相理解的话 有些那么也许就给和平带来一个最后的契机 我觉得要是这次事情没有达到共识的话 今后2017年的下半年 我觉得中国周边的环境会非常的很多挑战 所以其实在中国方面的观察来看 朝鲜半岛这个游戏规则 中国依然希望通过和平的方法来解决 不要忘了 现在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是 1953年或者说四方签署的是停战协议 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和平协议 也就是说朝鲜战争并没有严格意义上 在法律的概念上并没有结束 只是被推迟了 停战 这个60年而已 仅仅是停战 当然中朝之间的这种协约依然还有效 美韩之间的防务协议也存在 当然情势已经变了 已经不再是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 也不是美国的针对共产主义的围堵 而是世界更加关注的是朝鲜核问题 会不会酿成一种人类的灾难